人帥沒煩惱 人醜性騷擾 這句話是什麼 言下之意就是 如果今天這些事情是帥哥做的 你就覺得OK 如果這些事情呢 不是帥哥做的就不OK 再換句話說 如果這些事情是你喜歡的人做的就OK 是你不喜歡的人做的就不OK 廢話 當然啊 今天你喜歡的人跟你發生性關係 你當然覺得OK 你很高興啊 不喜歡的人跟你發生性關係 這叫什麼 就是強暴 就是妨礙性自主嘛 所以性騷擾也是一樣啊 你喜歡的人對你示好 你喜歡的人對你示愛 大家就覺得是曖昧是好的 那你不喜歡的人對你做這種事呢 當然就是不舒服 當然是不要嘛 人的身體是自主的 不管你的性別是男性還是女性 還是其他任何的性別 誰要來接觸你的身體 這件事情是你自己決定的 任何人都不要以為 我有隨便去觸碰別人的權利啊 假設你去摸了別人人家覺得不高興 你當然要檢討自己啊 因為你並沒有這個權利去摸他的身體嘛 今天你自己覺得有個黃色笑話很好笑 你很想跟別人講 那怎麼辦 你先確定一下他是不是想聽這個笑話嘛 你不要自以為幽默了 跑去跟他講這個笑話 結果人家覺得 一點都不好笑 你這樣很冒犯我 那這個時候要檢討了 當然是自己啊 而不是這個聽笑話的人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隨便去冒犯別人的權利 因為我們必須要尊重 每一個人的性自主權 我們必須要尊重每一個人 公平的就業 公平的讀書的權利 人帥真好 人醜性騷擾 這一句話的背後的爭議 希望大家可以去理解是 今天有些事情 喜歡的人做是很好的 不喜歡的人做就是很不好的 這件事情 當然是合理的啊 那不管你是男是女 請你記得 尊重別人的意願 假設你真的搞不清楚別人的意願是什麼 那你就不要勉強去做 因為沒有人有義務要 忍受你的清帥 沒有人有義務要忍受你的清福 假設你真的欠缺判斷別人意願的能力的話 那拜託請你去訓練一下 你判斷別人意願的能力 假設你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判斷 你又不想問的話 那拜託我們就克制一下自己的慾望 因為沒有人有義務要來承受 我們自己的不成熟跟清福